是孔祥蓉救局 孔祥蓉他是山东屈府人 他是孔祝的第75代农村 他是搞水利工作 由他治理黄河以后 在那开封就没有被淹没被淹没过 因为这里边还住过韩副局 韩副局是济南四搜以后 他都在这里边居住 结果就是蒋介石 又在开封召开非议的时候 把他送上了军事法庭 因为他送上军事法庭 蒋介石多次给他发号司令 叫他抗日 他是不抗日的 所以说把他送上了军事法庭 进行审判 反副局一生有三不知 一是不知道自己 带领了多少军队多少人 二不知自己的家财又多大 三不知更甚 他不知道自己一生 寻了几个老婆 这是这个韩副局 也是一个就是大好出版 他就不实质 这是韩副局 这个是一个搬面 这个是卓张龙 产业是一个革命的地下工作者 这也是他的脸座点 这是他的脸座点 这个卓张龙 连到开展指导工人运动于工作 这个也是一个在革命工作的时候 现出了很大的工献 看来这个是丘炉 丘炉是未成龙的幼虫 所以说照光一批两个 在下面的食物里下 他们都防着 你看看他在门框上有二龙细竹 这个是门梅 你看这个门梅 你们那会儿有这样的 我今天干萨 我今天真倒霉 有这个说法没有 这倒霉虫拿来的 你看看到二龙细竹雕花没有 这都叫门梅 门梅要是说 当官的有门梅 其他的没有 当官的要是说受制这个同仁的坎坷 这个皇帝查办以后他属实 他就下令修他的官抄到他家 抄家的时候 这个呃 就是人马来到这儿值钱之后呀 他首先得把他的门梅给他倒掉 到共产能抄家 所以说倒霉倒霉就是从这儿来的 你看跟现在这个政府官员 他要是说犯事情以后呀 要把他的官职给他修了送到这个监狱里 都首先要把他的党机给他开除 不开党机他是不能送进监狱的 这是跟他是一样的 你看看呢 那是酸麻装 下面有个下马石 下马石在这儿都不叫下马石 他叫隆敦 也叫以不登天 这个其他的皇帝门前都称为隆敦 那个隆敦 只有这一个名字 只有赵狂印赵狂印弟兄两个门前的这个隆敦 成为以不登天 为啥 因为赵狂印赵狂印弟兄两个这个皇位啊 来的是还别容易 赵狂印他是春桥兵变黄袍加深 那他都成了皇帝 那赵狂印呢 赵狂印他是以夜之间呢 就是他皇兄就把皇位 离家圣旨传给了赵狂印 他第二天都坐上皇帝 咱都那个历史书上记载呀 是赵狂印是以夜暴命而亡 实际咱底下有这样一说呀 就是有这个珠光浮影之说 这个赵狂印其实现在怎样使得 咱大家也都是一个秘 很多人都在拆车 不过这个历史就是历史嘛 你看咱要是说赵狂印要是不做皇位的话 这个赵狂印之时都会有另一个解说 人家都会说成在我皇 败在我后 所以说就这样 全面那一个就是赵狂印啊 没有坐皇位之前 在那里边举住 也就是他坐官以后在那边举住 他坐在官室上呀 就是四天官以上啊 门当是相当高的 你看他这一个门当是圆形的 圆形呢是五官的啊 方形呢是五官的 这都是这个门当之说啊 这是这个赵狂印 赵狂印其实他真正居住的地方是在这 下面十五米 嗯 那个地方买着呢 因为那因为展开封多是受欢和是烟膜 这很多地方都被买到地下来 赵狂印啊 对赵狂印啊 赵狂印 对赵狂印赵狂印 它是地形的啊 嗯 嗯